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仔 又來到神跡十二的故事 今日到達第九集 進入一個依字的圖畫 有依字的故事 《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至十七節 耶穌依字陀背女人的神跡 記載在《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到十七節 在《安息日》 refleks查得到 niveau快樂 blend 这一天是安息日 很多人都聚集在会堂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耶稣就在会堂里面向众人讲说神国的道理和教训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堂里面来了一个被鬼附的女人 她已经病了18年 她的腰骨弯到一点都伸直 耶稣见到她就叫着她对她说 你要脱离这个病了 接着耶稣用手看着这个女人 感谢观看 这个女人的妖独 立即就变直 整个身都挺直起来 那女人没了事 她就将荣耀归于神 管会堂的人 竟然批评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耶稣就直接戚册她是假冒为善 而众人因为耶稣所行的这些荣耀的事 大家都十分高兴 其实耶稣的神迹真是很阔 耶稣的神迹牵涉很多的范畴 我们选择这十二个故事 其实都非常头痛 但是我很知道耶稣不单是喂饱我们 就是满足我们的需要 还有医治我们的传人 刚才也看过医治一个腰骨歪了的人 其实他里面不只是身体上的需要 耶稣看到他的时候 是看到他背后有个鬼附在他身上 这个人被鬼附了十八年 其实他在会场出现 他没有想过耶稣会帮他 他只是走过而已 但耶稣是要抓住这个很紧要的时候 告诉所有人听 他不单是医治一个人的身体 身体上的需要 而是一个心灵上的核制 他都能够让他得释放 要选择这一天去做 其实耶稣也背负着 有些要被人背后讲闲话的心情 因为那天是安息日 安息日要做一些医治的工作 他都知道一定被人会说 但是我觉得耶稣也是很够吉士 他知道被释放是很重要 而不是做事 还是守着律法 还是被人背后讲 他都不介意 他觉得救这个人很重要 十二节里面是这样讲的 就叫他过来 他一见到他 他就说走过来我身边 十八年的痛苦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明白 和经历过这些事情 一个病被核制了十八年 都没有想过会得到释放 也没有想过 我的人生下半场是会好 带着这些失望 遗憾 和迷惘 去继续经历他的人生 但是耶稣眼见这些事情 很不放过这些事情 耶稣是很爱我们到底 无论你是否相信他 他也很想帮你 他也很想释放你 人生里面被核制的事情 这个女人是被鬼附了十八年 耶稣见到他 只是叫他过来 然后他腰骨可以停止 你是不是都经历被核制 或者心里面有些病痛 身体上有些痛症很难去耕持 我鼓励你走到神的身边 去要求祈祷 去告诉他你的需要 我很相信 神一定有他的心意 在你的生命里面 会做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